好 美國國會大廈遭到穿粉攻占 就造成了一片混亂 目前我們更是知道已經釀成了五死 關於這起事件 我們就請到德州州立大學的助理教授 翁呂中來和我們一起討論 教授好 那麼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是 我們都知道呢 國會大廈其實是華盛頓特區 當中一個重要的政府建築物 那麼保安呢 應該是銅牆鐵壁滴水不漏的 那很多人就質疑說 為什麼這一次大批的川普粉絲 可以這麼輕易的就越過了這條防線 而面對這場混亂 那麼現在美國也發出了非常多的檢討聲浪 美國當地是怎麼看這起事件的 是 主持人這問題非常的重要 其實今天也真的有非常多的討論 很多人會覺得說國會山莊 華盛頓DC的國會山莊 應該是戒備非常的森嚴 但其實不然 美國長期以來都在討論 華盛頓特區是不是應該升格成為美國第51個州 關鍵就在於華盛頓特區 它是一個城市的建制 它並沒有辦法駐紮所謂的國民兵 沒有辦法有軍隊進駐 國會山莊的維安工作呢 一直以來都是配合的所有的情報 根據情報的收集來建制 根據當天的情況的情報 來建制所謂的維安警力 可是昨天的情況是 根據美國的媒體報導 昨天的情況是 在所有的騷亂發生之前 國會山莊附近沒有接到任何有計畫的抗爭的行動的一個情資 換句話說 當天我們在鏡頭上面所看到的這些支持者 川普的支持者或者是抗議分子 確確實實是在白宮聽完了演講之後 才真的走到了國會山莊 進行所謂的騷亂 這也是為什麼 在國會山莊沒有在有得到情資的情況之下 沒有事先安排維安的警力進駐 或者是國民兵進行一些防衛 當然在表現上面或看起來 就跟過去的黑人命不是命的運動準備妥當 看起來有很大的差距 我們在這邊補充一下 其實國民兵就是說 華盛頓地區要求國民兵徵調來進行的資源 通常是來自於馬里蘭州跟維基尼亞州 這兩個州的州長今天都透過媒體表示 他們都在電話上跟國會的議員有保持緊密的聯繫 緊密的聯繫 在騷動發生的當下 其實兩州的國民兵都已經在邊界上面進行等待 隨時可以出發 但是他們按兵不動的關鍵 在於他們沒有得到來自聯邦政府的下令 也就是說他們不能夠越界 如果一旦越界就會跨進了所謂可能叛亂罪 叛國罪的一個灰色的地帶 他們不敢負這個全責 但是接下來因為這樣的媒體曝光 我們接下來一定會看到接下來兩天 會有很多的討論 到底是誰要下令 或者是阻礙這樣的國民兵進駐拯救國會山莊 誰延誤了這樣的一個救援的動作 接下來一定會有不斷的討論 那麼當然了 這個騷亂事件除了檢討 檢討國會的維安警力之外 其實在國會山莊裡面的政治人物 對於政府的單位 尤其是川普以及川普幫的政治人物 有更多的檢討 是今天一系列的新聞當中所看到的一些聲浪了 好的確 謝謝教授對我們 提出了這個分析 那我們也看到了 其實美國國會他們兩院昨天 是有在混亂之後 又回到了國會裡面 來完成了整個國會認證大選結果的過程 不過儘管這個過程一波三折 但是拜登的交接團隊 還是依舊持續展開佈局了 那拜登也宣布他要提名的聯邦上訴法院的法官 賈蘭德為下一任的司法部長 那麼今年68歲的賈蘭德是屬於溫和自由派 並沒有加入民主黨或是共和黨 那麼前美國總統奧巴馬曾在2016年的時候 提名他來出任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但是當時是遭到參議院的共和黨人阻擋提名 不過我們看到賈蘭德他資歷很豐富 曾經擔任聯邦的檢察官 也在司法部擔任過其他的重要職務 這一次他更渴望成為了拜登的司法部長 接下來我們就要請教翁教授 拜登打算提名的這一位賈蘭德 那麼外界對他的評價和認知是如何的 他的出現又有符合拜登所說的多元內閣嗎 再來請教翁教授 是 其實主持人問的問題都很關鍵 都是今天發生的重要的事件 我們說今天拜登在提名司法部長之前 其實在國會有一個更重要的一個相關的法律討論 其實是國會議員在討論是不是要動用憲法的第25條 來移除川普的這個總統的職位 為什麼我們要先講這件事情再講賈蘭德 因為賈蘭德所代表的就是法律所代表的意義 我們說美國的法律之所以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因為在昨天的騷亂之後 很快的美國可以恢復到稍微的恢復到秩序 就是因為經過一夜的沉澱之後 美國大部分的民眾跟輿論的焦點 一夕之間就轉向了同仇敵開的批判 這個昨天的騷亂分子 以及昨天的這個主導的 可能是罪魁禍首的川普跟川普幫 這個憲法25條之所以重要 是因為做過去這50幾年以來啊 其實憲法第25條第4款從來沒有被動用過 25條第4款關鍵在於 副總統能夠提案 就是說把這個不能適任的總統 移除掉他的 從他的總統職位上面移除 那這樣的動作為什麼對於川普是一個很大的警鐘 或者是也許可以前置川普剩下這10幾天 讓他好好的表現呢? 因為其實現在的情況看起來全面的輿論的壓力來自於共和黨的內部 共和黨的內部就會讓這個憲法第25條看起來有可能成功哦 只要副總統潘斯願意帶頭來推翻川普 只要他配合能夠找到所有的過半數的閣員 現在的閣員16位 只要他能夠找到過半數的閣員配合 他就可以提案來移除川普 大家可能會覺得潘斯不可能這麼做 可是我們要知道昨天的情況其實讓川粉以及所有的共和黨內部 有一個大反轉的情況 國會現在民主黨掌握了過半的席次 如果彭斯願意一聲立音響來號召來移除川普的話 事實上國會會給予全面的支持 尤其民主黨今天已經說了要移除川普 絕對是支持的 今天我們也看到共和黨內趙小蘭女士 我們台灣朋友可能比較熟悉的趙小蘭女士 也是川普的運輸部部長 今天也公然的提出了辭職 並且發出了很明確的聲明 他覺得昨天的騷亂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但是他沒有辦法接受 這個可以避免的騷亂在美國的民主當中 美國的華府發生 種種的跡象 從我們剛剛一開始談的華府的為安狀況 到25條憲法修正案被討論 以及美國共和黨的內閣成員 對川普表現 造成想要做一些切割的動作 你會感覺到整個美國 從昨天最黑暗的一天當中 很快速的回到了反省跟譴責暴動的部分 也就是說回到了民主法治的討論 那我們再回來說 民主黨的拜登 在今天的提案 提名法務部長的過程當中 也一再的強調 民主是必須建立在法治之上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時刻 他提名的法務部長 為什麼特別的重要 Garland一直是比較 民主黨當中比較傾向保守派的 比較可以被共和黨接受的 事實上剛剛主持人也提到了 2016年他曾經被提名大法官 共和黨當時拒絕審核他的大法官 提名資格的關鍵原因 就是因為他們覺得大選將至 當時其實距離大選還有一年的時間 如果大家記憶猶新 川普在選前大概40天提名了 這個新的大法官也是強行的通過 所以共和黨的這個參議員 事實上在2016年反對Garland的這件事情 對他們來說 其實心裡是有點愧疚的 再加上Garland在華府地區 當法官已經長達25年之久 在民主共和兩黨之間 都有很好的聲望 提名Garland今天共和黨的報紙 也給予非常正面的評價 認為這是拜登遞出一個橄欖枝 撫平傷口最好的方法 就是讓共和黨也能夠接受的人選 擔任法務部的部長 來維持美國的民主法制 所以整個的流程看下來 今天拜登在扮演一個 撫平傷痕的角色 川普看起來也在承受壓力之下 開始有所收斂 我們剛剛看到他的說話 看起來也已經承認了 他的扮演的事實 承認了未來的10天 他會好好的協助新政府 進行政權的交接 我想美國昨天經過了混亂的一天 今天看到了美國自行修復 民主自行修復的能力 雖然說昨天是很黑暗 但是現在對於美國 看起來看到的曙光 尤其我們在現實的講 剛剛媒體當中 媒體新聞當中看到的 美國的股市 反映的是非常樂觀的期待 總統跡象顯示 美國真的民主還是有自行修復的能力 雖然經過了混亂 好 謝謝教授 不過我們就要再繼續關注到的是 在川普其實在1月20號 他就是要正式卸任了 那麼同一天 拜登也會正式的就任 不過呢 就在川普政府整個卸任的前 一個禮拜之內呢 對台動作頻頻 因為他是宣布了 美國駐聯合國的大使 克拉福特要來訪台 那麼8號呢 還在推特PO出了我國國軍的照片 那麼這個時候 現任前克拉福特訪台 到底我們是有什麼樣子的意義 而我們台灣的觀眾 又要來怎麼樣子的來解讀 這樣子的美國這樣子的安排呢 教授 是 剛剛主持人提到的一個關鍵的重點 就是現在我們都知道 川普的政權剩下最後十幾天的時間 所以在凝聚秋波之際呢 送來駐美國駐聯合國的大使 事實上他的象徵意義絕對大於實質意義 我們再仔細的了解一下 駐聯合國這位克拉福特這個大使呢 他事實上並不是美國專業的外交官 他2004年擔任這個小布希總統的 競選的這個地區的主委 並且變成所謂的大金主 2004年之後 他加入了小布希的團隊 幫忙小布希競選 2007年小布希指派他到聯合國參與 成為一個外交事務的助理 到了2016年的時候 川普的競選過程當中 他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金主 並且是地方招募 這個募款以及選舉的一個大幫手 所以他換得的位子是駐加拿大的大使 我們在這邊強調他的外交經歷 其實是想要凸顯的是 這個克拉福特呢不是他沒有能力 而是他在外交事務上面的專業能力 專業的這個經歷或許跟傳統的外交官並不一致 也就是說再次凸顯了 做出這樣的一個舉動 其實是象徵意義大於實際意義 但是我們就說了 美國給台灣的任何支持 台灣都是樂觀其成 只不過我們要比較審慎樂觀的來看待 到底可以得到什麼樣的實質效益 而且這樣的一個在這個時機點 對於共和黨來說 關鍵在於釋放兩個訊號 一個是對內一個是對外 對外是要向中國大陸政府 表達共和黨 持續會關注台海的問題 持續會支持亞洲的盟邦 但是對內呢 其實才是共和黨的焦點 對內的目的 是要讓拜登的團隊知道 你不要太過輕忠 因為我們設下了一個非常強烈的一個對比 如果你太輕忠 就會跟我們抗中有一個明顯的差距 但是我說了 這兩個訊號 事實上如果在昨天的抗爭事件發生之前 它的效果是蠻大的 可是經過昨天的抗爭之後 美國現在整體對於共和黨 尤其是川普政府 其實信任度是非常低的 所以接下來 川普這十幾天所做的任何決定 恐怕都會相對保守 我甚至覺得 像今天這個國務院 就在剛剛發表的最新的聲明 說到這個外交官訪台 一定會遵照所謂的一個中國原則 跟三個公報 這已經先設下了一個範圍 告訴兩岸 其實這次的訪台 其實就是一個象徵性的動作 我們說接下來這十幾天 我們會繼續觀察 我相信川普政府現在 在暴亂之後 騷亂之後 可能會相對行為稍微保守 甚至這個 駐聯合國的大使 能不能夠順利的成行 我個人覺得都還有觀察跟考量的空間 好 謝謝教授來今天參與我們的視訊連線 也帶給我們非常獨到跟專業的觀察 謝謝教授